完了 这是沙院长最喜欢的一把壶 就这么碎了 你有胶棒吗 你可拉倒吧 胶棒能把这玩意沾上啊 那不用那玩意用啥呀 我去求两面胶 行行行行 你俩别添乱了 什么玩意儿呢这是 赶紧想这是谁干的吧 我跟你说 要查不出来的话 院长肯定把这个责任 分配到我们每个人头上 诶 王晓宁呢 刚才还在这呢 还问吗 回回有事的话 他第一个跑 来人是在找我 小娘 你从哪儿整得笑服 这么经典的角色 作为80后 不可以看得出来 我看出来了 是蓝精灵 像西瑞 不对 是阿拉雷里面的拉雷 你们说的都不对 悲哀呀 这么经典的造型 这么经典的80后造型 让一个50后的人给看出来了 知道他演什么 他这动画片 鱼童里面演那个洋人 你可拉倒 接下来 我们来谈谈案情吧 在案发的这段时间里 只有我们几个人在这间屋子里 所以罪犯一定就在我们中间 是谁 站出来吧 不想承认是吧 好 那我就要问了 今天早上除了阿丽 还有谁进过厨房 我已经知道罪犯是谁了 就是你 阿丽 王晓妮 我是报案的 我怎么能成罪犯了呢 在绝大多数的案件里 报案人的嫌疑最大 何况除了你 没有人去过厨房 是 今天早上是没有人去过 但是不代表 昨天晚上没有人去过呀 说的没错 夜晚罪犯有大量的作案时间 并且有夜幕作业掩护 昨天晚上谁起来过 大兵 你昨天晚上起来过了 我昨天晚上上厕所去了 子栋 还记得大兵出去多长时间吗 我昨晚睡迷等的 我也没记得 没看表啊 我记得是 27分15秒 27分15秒 你上个厕所需要27分15秒 你身不好啊 你不是看我干什么玩意儿啊 厂湖真不是我打碎的啊 大兵 你就承认了吧 沙院长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对 小气起来可不是人呢 这厂湖真不是我打碎的啊 你们得有证据 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我同意大兵的说法啊 大兵说的有道理 我们梦幻辽养院 是讲究公平公正的地方 对不对 我们得给大兵一次辩护的机会 奉管辽养院听证会 现在开始 现在有请法官入席 请坐 关于大兵被控摔碎 院长谢茶壶一案 本庭今日开庭审理 担任被告大兵的辩护人的是 律师界的立正俏家人 马律师 担任公诉人的是 蓝精灵蓝律师 我不是蓝精灵 请公诉人发言 大兵 昨天晚上十一点二十分 到十一点四十七分十二秒 你干什么去了 我上到左去了 上厕所用得着二十七分十二秒吗 你甚不好啊 看完厕所以后 我又惊上来 又看了鬼电视 什么频道 少儿频道 什么节目 相亲节目 在少儿频道看相亲节目 你二啊 娃娃姐 不要再演示了 真相只有一个 月黑风高 被告人大兵 悄悄潜入厨房 带着对院长的满腔仇恨 砸碎了院长心爱的炒 我反对 在法庭没有做最后判决之前 蓝律师 你不能妄下结论 反对有效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蓝律师 我不是蓝 你爱叫啥叫啥 下面请辩护人进行辩护 尊敬的法官大人 我的委托人呢 是有作案的时间 但是 这并不代表他就是凶手 因为他没有作案的动机 我没有动机 既然说到作案动机 我想向法庭呈上一件 与本案至关重要的证物 呈上来 我的袜子 我反对 公诉人 这么神圣的地方 你竟然拿出这么肮脏的东西 你这是对法庭的藐视 对法官的不尊重 法官大人 这是对本案至关重要的证物 完全没有献毒法庭的意思 反对无效 不过蓝律师问我告诉你 你要敢把袜子从袋里拿出来 本法官将示着你 用杀伤性武器 对本法庭级本人蓄意伤害 听懂了吗 请法官大人放心 我也受不了这个味儿 昨天上午11时 市长院长在多次 劝告无效的情况下 没烧了犯罪嫌疑人大兵 两个月没洗的袜子 大兵对此怀恨在心 并且把仇恨转嫁到杀院长的茶壶上 将其毁制一代 我没有你巴虾 我反对 这完全是对方的主观推测 够不成故障 反对有效 公诉人 你还有其他证据吗 我申请本案唯一的证人出庭作证 传证人 传证人 法官好 各位律师好 我发誓 我从来也不巴虾 请你把昨天晚上看到的一切 跟法官大人说明一下 好 我昨天晚上上厕所的时候吧 我就发现那个厨房动静特别大 对不起 我打断一下 你刚才说 在案发期间你在上厕所 那也就说明 大兵他在说谎 他根本就没有上厕所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好 请继续吧 然后吧 我从厕所除了之后 我就发现厨房动静特别大 好像又有这个翻冰箱 看来事情已经很明显了 当时茶壶在打碎之前就摆在冰箱上 而且这个翻冰箱的人 肯定就是打碎茶壶的这个人 而这个人一定就是大兵 我反对 公正人 你没有亲眼看到厨房的那个人就是大兵 所以我们不能认为大兵就是罪犯 我有误证了 我有误证 什么误证 我昨天晚上把这个地位落在厨房了 一晚上没关 昨晚发生什么肯定都录下来了 子东 你怎么没早告诉我 我也才发现呢 子东 快把当事请你重放一下 我们看看到底是谁 妈呀没电了 等地位充好电 案情将水落石出 真相打白 休听 凶手找到了 在哪呢 在哪在哪 凶手在哪呢 真相只有一个 凶手就是 王晓宁 哇 子东你太厉害了 你这身是柯南吗 我才是柯南 我是柯南他爸呀 真没想到 凶手原来剩你 不是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昨天晚上口渴了 我想去厨房找点水喝 然后路过冰箱那不小心脚下一滑就把茶壶给碰到 我真不是故意的各位 那大冰你昨天晚上去厨房干什么了 我昨天晚上太饿了 上冰箱里边把香蕉都吃了 不对啊 那你吃完的香蕉皮呢 扔地上了 昨天晚上我踩到的不会是你扔的香蕉皮吧 大冰你给我站住 站住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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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